近日一名內地男子說 自己在6月30日承搭香港東鐵時 因為誤入頭等艙 而被港鐵罰款1000元 不過他以自己當時是站在 而不是坐在這裡為由而大感到冤枉 由於樓主是第一次犯 所以可以寄信新術退款 樓主將事件分享到小紅書 提醒其他人致勿以身示罰 引來大批香港及內地網民責備 此他犯錯還在委屈 樓主在接收到大量的網民批評後 心有不甘 先將小紅書的ID改為我被網報了 再貼出自己在香港貿署街頭 捕捉香港人違法沖紅燈的照片 直指香港人雙重標準、歡喜驗人 再次引來網民批評他的行為很有字